欢迎来到三国茶馆 我是说书人刘裕 人们常常说读历史 见网之类 不过在这边先不谈严肃的诗学 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历史假象题 如果三国有选举 刘备是不是最强候选人 刘备升得民心 其中的关键是什么 为什么会谈这个话题 其实我看过很多评论说 刘备没有本事啦 只有演技啦 靠一张嘴打天下 靠一张嘴讨好老百姓 这根本就典型的政治人物 我觉得自己有点危险 频道会不会拍一拍就不见了 那个片势麻烦帮我上个声明 本片内容传属想象讨论 并无指涉现在实际人物团体或世界 回到主题 刘备身为蜀汉的开国皇帝 可以说是一位政治家 假如真的有选举 我想刘备出来选是非常具有优势的 有人开玩笑说 如果找不到自己的亲生父母 只要出来选就会找到 每个对手都会把你的祖宗 十八代翻过一遍 看看有什么丑闻可以攻击 其实这不是今天才有的乱象 这是自古流传下来的优良传统 当初公孙战和袁绍 争夺北方霸主的地位 公孙战的竞选团队 便举出这点来攻击袁绍 他说袁绍的母亲只是个婢女 竟然还敢打着袁家的招牌出来 实在是侮辱王爵损害袁家啊 古代重视正统观念 袁家四世三公受人尊敬 但袁绍并非正式所称 这件事就被拿来大作文章 而曹操的杨祖父是宦官 这件事也是一个污点 再回头看看刘备 哎呀 竟然没有任何可以炒作的新闻 如果去挖刘备的家底 只会看到中山晋王之后 如果要说他卖草鞋出身低违 反而变成一个扭转人生的励志故事 靠 根本没有弱点啊 这还不出来选一波吗 说到选举 大家也会比较候选人的学历 经历 刘备虽然不喜欢读书 但在学校能学到的东西 本来就不只有贝克文默写 刘备曾在儒池的学堂上课 儒池教授儒家经学 重视正统的观念 后来国家动乱 儒池正好黄金有功 当董卓乱政时 儒池又勇于跟董卓作对 看看这些事迹 儒池确实是一位令人崇拜的师长 这或许也对刘备造成深远的影响 让刘备想效法老师 想要为国家、为人民尽一份心力 选举一定需要大量的资金 这个简单的道理 你懂 我懂 刘备家中卖草鞋为生 并不是什么有钱人 刚才说到刘备在儒职的学堂上课 其实他的母亲一度付不出学费 幸好亲戚中有个大叔 认定刘备不是平凡人 愿意花钱赞助他上课 据我猜测啊 或许是家庭背景的关系 刘备很早就有拉赞助的生意头脑了 刘备拉赞助的本领持续进化 大商人张士平书双贩卖马皮来到卓郡 刘备立刻跟他们打好关系 并且得到他们的金钱资助 这也就是刘备创业起兵的第一统金 说起来 刘备和富商打交道的能力 真的是让人叹为观止 后来刘备又在徐州认识了迷足 迷足就更夸张了 这是一位家产上义 扑克万人的徐州首富 刘备在徐州遭到旅部偷袭 军队被冲散 妻子被抓走 迷足将自己的妹妹嫁给刘备做夫人 又提供奴仆 还有大量经营财物来资助刘备 刘备才从绝境之中重新振作起来 其实曹操曾经拉拢迷足 但迷足没有选择曹操正义 他选择跟随刘备四处流浪 将身家赌在刘备身上 这简直不合常理啊 或许这就是刘备的魅力吧 在政治的圈子里 没有永远的敌人 也没有永远的朋友 乱世之中也是这样 刘备先后投靠过许多人 而这些群雄之间 往往属于敌对关系 像是公孙战和袁绍互相攻打 或是曹操和袁绍决战关度 而刘备竟然可以到处游走 到处跳槽 我又跳过来啦 我又跳过去啦 正常来说应该会被打啊 但刘备走到哪里 大家都用最高的待遇来欢迎他 这是非常神奇的一件事 刘备要逃离曹操身边的时候 先派遣孙前结交袁绍 而他要前往荆州之前 又派出孙前和弥族出使刘表 而他们总是能够达成刘备的任务 刘备还有一位重要的小伙伴简佣 简佣从少年时代就一路跟随刘备 同样以外交建成 说起刘备政治生涯少数的污点 就是攻打对他有恩的刘央 而简佣最后说服刘央开城投降 避免了更多杀戮 以让这件事的伤害降到最低 说到弥族、孙前、简佣 大概就是刘皇叔粉丝团最忠实的小编 替刘备拟定外交策略、行销策略 刘备的民调居高不下 当然和他们背后的操作有密切的关系 而且别忘了 还有一位口才行政能力点满的诸葛亮 这个竞选团队确实厉害 最后说到选举的重点了 今天你要出来选 必须告诉大家 你的施政方向是什么 具体目标是什么 不能讲一些空话 你要让大家知道 你的竞选策略路线到底是什么 刘备说到 今天和我虽祸不容的人 那就是曹操了 曹操越急躁 我就要越宽厚 曹操用战争谋略来服人 我就要用仁德服人 只要和曹操相反 那我的大事就可以成功了 刘备这番话充满了政客的味道 他明确指出 曹操的实力摆在那边 他拥有皇帝 拥有军事力量 而北方有许多人的确支持他 不过也有人反对曹操啊 今天只要我跟曹操 走不同的路线 那所有反对曹操的票 都会投到我这边来了 只要你现在反曹操 不服曹操 就把票投给我吧 或许这也就是为什么 许多人说 刘备是个心计的影帝 一辈子都在演 但我认为 刘备本来就没有演出 千千君子的样子 他始终是个有手段 有野心的宵雄 而他想要有更大的力量 才能达到他想做的目标 这是很合理的事情 当曹操挥军南下 刘表之子刘从举荆州投降 刘备落荒而逃 曹操率五千金兵追杀刘备 这时候竟然有许多荆州市人百姓 都选择追随刘备 记载中 刘备带着军队和人民逃命 身后跟随的百姓越来越多 最后竟然超过了十万人 天啊 这个十万人路跑演唱会 未免太扯了吧 这比现在什么造势王会 都还要猛啊 刘备到底是怎么办到的 刘备说道 今天做大事的人 必定以人为本 现在人民相信我 跟随我 我怎么能抛弃他们呢 为了人民 为了国家 粉身碎骨也不怕 当然 也有人抱持负面看法 认为刘备只是拿百姓当作挡箭派 但是别忘了一件事 刘备的妻子儿女是被曹操抓走的 只要一个不小心 他赔上的就是自己的性命 他有必要赌到这个地步吗? 或者说他真的可以演到这个地步吗? 刘备在江湖走跳多年 每到一个地方 他总是厚恕恩德 所以世民归心 诸葛亮皇宗魏妍从荆州开始跟随他 越是危急的时刻 刘备越重视信义 这才是他能够感动三军 深受爱戴的真正原因 最后说回选举的主题 如今台面上似乎也有政治人物 像刘备一样充满清明的色彩 能够给你一个梦想 一个理想 一个好听的口号 但是这只是表面 我认为刘备是三国最强候选人 并不是因为他有政治手腕 他擅长造势 那些只是外攻造势 而内攻心法才是最重要的 刘备如果见利妄议或是只靠着演技骗人 关羽章飞诸葛亮会甘愿一生追随他吗 刘备为了理想 用生命在做行销 用生命在付出 长年下来得到了人民的信任 可惜的是 许多政治人物似乎还不懂得这个道理呢 今天的故事说到这里 如果喜欢这部影片 欢迎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 收看更多精彩故事 你的订阅按赞留言 就是我创作最大的动力 我是说出了刘裕 我们下次见